大家好,又是我鋪七十六的小室 今天小室就來到MCL的AIRSI 位於啟德的商場 看《死士與狼人》的第一場 這套電影在外國非常多的手影、雄地毯 香港亦有很多不同的宣傳 例如小廚企也去了韓國做了訪問 還有流動的雪櫃冷笑話 這套電影可以說是Marvel的翻身之作 因為之前太多Marvel的電影都捉招 而今次《死士》憑著自己的瘋狂 或者是穿過第三、第四場的玩法 在Marvel的英雄電影上可以說幾破格 現在小室就入場 看《死士與狼人》 究竟是否一套正豆的電影值 我先推介給大家 A few moments later 出來的心情其實很興奮 又未至於 因為其實這套電影兩小時 而且始終都要牽涉到多元宇宙 老實說是真的有些多元宇宙疲勞 不是說這套電影不好看 但《Deadpool》本身的風格 都會不停說話不停說話不停說話 其實我們這些不是Native英文的人 其實要不停聽它說話 要追少許字幕 雖然它的英文不複雜 不難明白 但還是有時有點累 不過 幸好它的內容的確是非常爆笑 而且有很多牽涉到真實世界的內容 所以這套電影來說 其實兩小時是中間在 有少許位置是覺得有點長的 如果可以短一點就會更加好 但還是一套非常爆笑 非常過癮的電影 我自己覺得 其實比起一和二 其實這套是多了很多驚喜的位置 尤其是因為它有很多彩蛋 少許劇透 因為它會有很多不同的人的客串 一開始出來見到 美國隊長就以為是 會被美國隊長翻山 但原來它不是 它是火仔 變相這套電影有很多X-Man 有很多神奇四合的元素 加上這套電影還有Loki的元素 即是有一個時間線 或者是時間管理局的內容在裡面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看過之前那些 有機會有少少亂 不過它又幸好 又不是真的牽涉到很深入 快速地解釋給你聽 那些內容 其實你理論上都可以掌握到的 所以這套電影比較刺激緊張 但這套電影是相對比較豐富娛樂性的 亦可以牽涉到很多之後會發生的宇宙 或者牽涉到很多不同的英雄 但的確是英雄片的疲勒 導致這套電影沒有以前看過時那樣興奮 完全是沒有跟Avenger的復仇者 第四集或者第三集那些比較 因為那套電影已經過了 但在Deadpool的狀態下 可以這樣延續回孖父之後的世界 我覺得也是好事 不過在它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大量的觸控元素 大量的血腥元素 大量的爪手斬腳元素的情況下 才能夠保持這個狀態 即是18歲以下的朋友就不能看了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麻煩的隱憂 但可能當一刻 這刻他們為了要保住Marvel這個招牌 其實甚麼都要先試試 所以這個狀態之下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但如果你問我這個分數的話 我覺得是75分左右 不是特別 可以說我很高分、爆分 不知道你看完這套電影 又會不會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留言下面告訴我們 好 今次的影評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 我們下次會通知記者看 下次再見 拜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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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